Hello,大家好,我是Cath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乘坐的邮轮正缓缓航行在奥斯陆峡湾 这里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南部 我们穿过狭窄的海峡 田园诗般的海湾 欣赏着风景秀丽的海滨 在这峡湾深处 峡湾湾顶是挪威首都 奥斯陆奥斯陆 也是挪威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天时间 所以我们加入旅行团 去打卡主要著名景点 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去看看奥斯陆不可错过的景观 探索这座城市的魅力 Let's go 我们开启了在奥斯陆的旅行 旁边这座现代化建筑 是奥斯陆歌剧院 奥斯陆的地标性建筑 建于2008年 由挪威建筑师设计 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座艺术品 由大理石和玻璃建造而成 造型简洁现代 以其独特的外观和设计 文明一世 每次说到奥斯陆这座城市 我总是感觉它很遥远 它是北欧四国中最古老的都城之一 坐落在挪威东南部 奥斯陆峡湾北端的山丘上 面对大海背靠山湾 在古罗威尔中 奥斯陆的意思是上帝的山谷 这里有三分之二的面积 是森林和海域 被海洋和森林拥抱环绕 拥有最美的城市自然景色 这里没有摩天大楼 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只有六七层高 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 和独特的北欧风格 这里是罗贝尔研究中心 导游正在介绍罗贝尔和平奖 有厚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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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年有厚厚的地方 他生活在美末中 一年他在那时 一年他一年一年出现了 一年最大的地方 你所看到的 有的地方是很可爱的 一年一年有的地方 也有些老厚厚的地方 有些木材的地方 这里是The Vigeland Park 世界最大的雕塑公园 212座雕像作品都出自于同一位艺术家 他就是挪威雕塑家Gustav Vigeland 公园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里不仅是奥斯路 也是挪威最受欢迎的公园 免费参观 全年开放 来到奥斯路必去的景点 这些雕像讲述了人生生命之轮的方方面面 从喜怒哀乐的情绪 生老病死的人生过程 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织 全部都透过雕塑来象征人的一生 每一个雕塑都是独一无二的 展现出人生不同的经历 让我们对生命所遇到的一切 做一个反思 这个喷泉是生命之轮 喷泉上雕刻着不同的神话故事 代表着这里是生命的源泉 下面一个公园重要底标 就是生命之主 总共有121位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男女组成 聚在一起拥抱着 努力向上攀升 而且显露出不同的表情 很喜欢这个公园 非常值得参观的景点 我们现在来在Big Day半岛 去挪威海事博物馆 来到挪威势必要提到Viking 维京人也被称为北欧海盗 挪威是最新北欧海盗的大本营 这和大海有着密切的关系 挪威地处北欧 拥有众多海峡和峡湾 Viking由于生活在海边 所以他们的航海技术 在当时是十分领先的 加上冬季漫长和寒冷 所以他们会交集在一起 乘船到欧洲中南部沿海 去贩卖兽皮 后来就发展到打家劫舍 他们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 一直骚扰欧洲沿海和不列颠群岛 足迹遍迹从欧洲大陆 直北极广阔疆域 欧洲这个时期 被称为Viking Age 维京时代 Viking以他们的船队和航海技术的文明于世 来到奥斯陆很想看看海盗船博物馆 因为它保存着世上最大最完好的海盗船 但是现在关闭 要到2026年以大家见面 我们去了海事博物馆 也没有让我失望 尤其是Viking Boat Building Workshop 采用现代技术 复制海盗船 很有意思 very educational 这条海盗船建于公元900年 现在我们到了鸿门库巴肯 鸿门库巴肯滑雪博物馆 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跳台滑雪场 在挪威人心目中 不仅仅是一个百年的滑雪胜地 更是一个历史地标 挪威的各大滑雪比赛 甚至冬季奥运会在这里举办 滑雪场的包括博物馆 Ski Museum和滑雪跳台Ski Jump两部分 在博物馆的顶部是滑雪跳台 从这里的观景平台上 是眼跳整个奥斯陆的最佳位置 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有些短 所以只是走马观花 试出看看 这沿途的风景真好 我们现在去挪威民宿博物馆 挪威民宿博物馆 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博物馆 这里集中展示了整个挪威的民风民情 有170个自挪威各地迁移过来的木座建筑 在这些老式建筑中 最吸引游客的是这座1,200年前建造的木制 史蒂芬斯教堂 挪威奥斯路的一天旅行分享就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